大陆福建梅州岛风雨交加 原本五一长假期间 适逢第十六届妈祖文化旅游节 当地期盼能涌入大批游客 结果希望落空 天气真的非常的不好 是刮风又下雨的 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个中国大陆福建的梅州岛这里 这里呢本来是要迎接五一长假外加 这个就今天的妈祖诞辰 所以当地本来预估呢 可能在今天五一长假开始的时候 上岛人数可以来到上看是五万人 一号上午春季大典表演登场 雨室虽然稍稍停歇 但地上湿答答 信众仍得穿着雨衣共襄盛举 小吃业者表示 人潮比往年少了一大半 民宿老板也不断接到退房电话 也有人取消了 是怎样的情形取消吗 天气不好有的下雨就说来不留了 天空不作美的关系 所以今年的人减少了最少是有五分之四 这么多喔 对少很多 平常这时候的话这里是人山人海 今天晚上人山人海 你可能连上来的机会都没有 两边都会团阻 那今年因为没有人 所以你现在觉得这里特别开放 一号凌晨十二点 释放十分钟烟火替妈祖守岁 未来一个月 梅州岛还将陆续举办大型海上巡游和夜间灯光秀 并结合餐饮和商家 推出妈祖平安宴等特色旅游产品 预估可吸引三十万人次造访 然而这波雨下个没完 游客树能否达标 得看老天爷脸色 TVBS新闻朱光宏陈韵文在福建的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